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 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河塘 在这满月的光里 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地升高了 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 已经听不见了 妻在屋里拍着润儿 迷迷糊糊地哼着棉歌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 带上门出去 沿着河塘 是一条曲折的小梅蟹路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 白天也少人走 夜晚更加寂寞 河塘四面 长着许多树 稳稳郁郁的 路的一旁 是些杨柳 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 这路上阴森森地 有些怕人 今晚却很好 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个人 背着手夺着 这一片天地 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 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 到了另一世界里 我爱热闹 也爱冷静 爱群居 也爱独处 像今晚上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 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不理 这是独处的妙处 我且受用这 无边的河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河塘上面 迷忘的是甜甜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舞女的裙 层层的叶子中间 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 有鸟挪地开着的 有羞涩地打着朵的 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避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狱的美人 微风过处 送来屡屡清香 仿佛远处高楼上 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 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 像闪电般 煞时传过 河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 尖并尖密密地挨着 这便宛然有了 一道凝蔽的剥痕 叶子底下是 默默地流水 遮住了 不能见一些颜色 而叶子却更见风质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卸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薄薄的青雾浮起在 河塘里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 洗过一样 又像笼着青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 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 所以不能朗诏 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 憨眠故不可少 小睡也别有风味的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 高处丛生的灌木 落下参子的斑驳的黑影 翘棱棱如鬼一般 弯弯地扬柳的西疏的倩影 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 但光雨拧有着和谐的旋律 如范阿灵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 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都是树 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 只在小路一旁 露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粒是阴阴的 乍看像一团烟雾 但杨柳的风姿 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 只有些大意罢了 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 没精打采的 是可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 要数树上的缠声与水里的蛙声 但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彩莲的事情来了 彩莲是江南的旧俗 似乎很早就有 而六朝时为圣 从诗歌里可以约略之道 彩莲的是少年的女子 他们是荡着小船 唱着燕歌去的 彩莲人不用说很多 还有看彩莲的人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 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彩莲赋礼说得好 于是妖童怨女 荡舟心许 一手徐回 兼传雨杯 渠江宜而早挂 传御洞而平开 二旗仙妖束束 千言固步 下始春雨 夜嫩花出 恐沾长而浅笑 为清传而脸居 可见当时西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 可惜我们现在 早已无福消瘦了 于是又记起 西周曲里的句子 彩莲南堂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彩莲人 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 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 是不行的 这铃铛 这铃我到底垫着江南了 这样想着 猛一抬头 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 轻轻地推门进去 什么声息也没有 其已睡熟好久了 这铃铛 这铃铛 这个试团 有点 我 就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